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怎么样在Google Earth Studio里面 汇入我们Google Earth制作的KMZ档案 然后呢你就可以把你原本有做的这个图标 客制化的多边形 或者是你有套叠的这个图案 显示在我们的动画里面 那你就可以制作出像电影空拍效果的这样的一个影片 我们利用Google Earth电脑版或者是网页的版本 来加上自己的图标啦套叠的图像 或者是多边形路径 那么你可以把这些内容就直接把它输出成Google Earth 或者应该这样讲 我们很多标准的 这个地图 应该说图资的软体 他们都支援KML 或KMZ这种档案 那KMZ基本上就是一个压缩档 它包含了KML 还有它里面的一些图标或者图档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汇到Google Earth Studio里面 好 那下面这里呢 你如果电脑里面还没有Google Earth 电脑版 你可以从这里打开 那如果你要使用Google Earth Studio 记得要先注册 而且注册完之后很抱歉 没办法马上就使用 它可能需要大概几个小时到一两天的工作时间 经过它核准之后 你才可以使用 那下面这个呢 就是我们操作这个影片的内容 你可以看到我前面有用一个Canva的片头 然后呢 你现在看到的这就是在Google Earth Studio里面 我们所完成的 你可以像这样去飞跃 然后呢到不同的景点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我们里面都有那些客制化的 这些图标 还有什么 刚刚你有看到我们那个多边系 好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完成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样OK吗 好 那么如果这里好的 等一下呢 我们就会直接进到里面 就是电脑板 你可以像这样把这个打开 那我把它变大 这样子大家看的比较清楚 你看我们在上面客制化的这些多边形 然后呢 它的图标 我也用照片当做图标 好这样你看的比较清楚 对不对 你看另外一个 在这边进来 我还要把它拉高 这个就是它海拔的高度 那你看到它有不同的颜色 就是在这边去做设定 再看一遍 就是这样的颜色